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记》上回揭说这一段随唐演绎 上回书咱们说到 徐茂公一个人构奔立成县 要面见太爷徐进方 这位立成县的徐太爷呀 听牙医一回禀 有个老道要见他 说有好心献上 自己也不明所以 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在自己的县衙们 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 就来老道也没什么不能见的 好 你让他进来吧 看堂子到外边 瞧见徐茂公是满面堆欢 道爷成了 太爷这会儿郑德侠 让您进去 您跟我来吧 好 有劳贵差是投钱带路 看堂子在投了走 徐茂公后面跟随 一先一后两个人 就到了里边了 你瞧啊 太爷在那坐着 抬头看见徐茂公过来 连身都没遣 为什么 徐茂公是个出家人 阔老道 阔老道也是老道啊 他竟然太爷得行礼啊 所以徐进方坐在这儿没动 徐茂公过来 单手问讯无量 你就是历城县的 这堪堂子一听 这老道不客气 怎么连太爷都不说 怎么也得贫道与太爷实礼 你就是历城县的 就这句话问出来 又干又梗 徐进方一听一皱眉头 这个出家人 怎么不懂得礼数啊 建了本县 你怎么不施礼啊 我打过问讯了 徐茂公拿手一指这堪堂的 这没你的事 你忙你的去吧 应当这句话谁说是 县他爷说 这没你的事 你去吧 我问他找我干嘛 徐茂公做主了 徐茂公说 这没你的事 你下去吧 哎 哎 看堂子一琢磨 我正不乐意跟那待着呢 为什么 我今儿得了五六两银子 哎 我得实惠就得 他呀 拿个钱溜住去了 这屋子里头就剩下 徐进方跟徐茂公两个人了 太爷 啊 皆因为我有好心献上 所以 我 把他给支出去 您明白什么意思吧 啊啊啊啊 我明白是明白 这老道真够怪的 说话也不客气 你有什么好心献上啊 嗯 太爷 现在 你牢里边 压着两个结黄杠的巨匪 是不是 徐进方一听 我正为这事发愁啊 不错 你因何得知啊 哎呀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两个人 从济南府外边 大营压界而回 一接两项的人 全是人 千人瞧万人看 整个济南义府都嚷嚷动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一个叫程耀金 一个叫尤俊达 对不对 对 那就是了 他结黄杠当初不能救他们两个人 他们是一伙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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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伙人都笑聚在哪里 太爷您知道吗 他们结完的黄杠 又窝藏在哪里 太爷您晓得吗 这个案 这个案 您要打算问这两个人 恐怕他们是难有失招 故而山人 我说有好心献上 他们这伙人都姓什么叫什么 他们都什么关系 接着这个钱现在又在哪 山人尽知 所以我前来出手他等 把好心献于 太爷您 哦 徐进方一听明白了 这老道知道点消息 他从心看了看徐茂公 这才站起来 哎呀 这位道长 倘若如你所说 那我是求之不得呀 不过你 要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 就这么说吗 不这么说怎么说呀 我进来这么半天了 倒给我让个座 给我喝口水呀 喝 徐进方一听这话耳熟啊 对了 大唐之上 程晓金就这么跟我说来的 我这沈程晓金 程晓金说 就这么说 我可不说 给我搬个座 喝点水 我才能说呢 最后他告诉我 那脏银都握我们家了 这老道又这么说 哎呀 徐进方这心里就扑腾扑腾之跳 好好好 做些好讲话 他也没喊人沏茶 就把他沏这碗茶往前一推 你喝完了讲吧 哎好 这我喝着水 我给你看点东西 说实话把这盟单就拿出来了 拿在手中 冲着学进方这么一晃 学进方伸手一接接空了 哎 这是什么 这个程晓晓金跟游俊达 他们这伙响马 拜了一蒙把兄弟 哦 这伙人 整个在北吴省 大响马头 全在其内 嗯 在哪拜的你知道吗 本县我怎么知道 就在你历城县 甲柳店 甲柳楼 知道甲柳楼吗 有个大饭馆 啊啊啊啊啊 他们在那拜的 这拜把兄弟 得写金兰谱啊 他们现在又憋着造反 他们写了一个盟单 这盟单让我给得着了 我这喝着水 你一先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他们都姓什么 叫什么都住在哪了 哦 徐晋方一听太棒了 要有这个东西可就好了 他二次伸手 徐茂公把这盟单就递给他了 他接过来 打开这盟单是仔细棍桥 这开头啊 有许多文字 咱上回说说了 这是讨随的一道习文 啊我们造反 为什么造反 在这上呢写得很清楚 头六的一大段话 那薛进方呢 那薛进方呢 草草的看过 主要看下边 这些人 一瞧这盟单 头一个人名字 写着 魏征魏元昌 二一个写着 秦琼 秦书宝 我的马快班头 秦琼 也是响马之内吗 他也要造反吗 哎呀 秦琼啊 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万没想到 外貌公和 而那具虎狼之心 秦琼会跟响马做一路 第三个写的徐金徐茂公 第四个就是程耀金 啪啪啪往下一看 主要的人物 有的人呢 拿墨笔给涂去了 把人名字呀 给涂去了 不明所以 为什么这些人涂去 他这看盟单呢 徐茂公啊 在旁边喝着水 冷眼观瞧 就看着他 一看这徐金方脸上 青一阵白一阵 他很激动 连看两遍没错了 道着 这上写的 都是真的吗 保证是真的 我尽知内情 你因何得到这份盟单 为什么你尽知内情呢 你倒是看是没看呢 对了 也难怪 打进门到现在 你也不问我姓什么叫什么 所以你看不明白 哎 头一个写的谁 是个姓魏的出家人 那写的呢 在哪出的家 姓什么叫什么 是个老道 哦 是是是 第二一个呢 第二一个是我 衙门里的马快搬到 秦琼秦书宝 哦对 第三一个 也是个出家的老道 叫徐姬徐茂公 嗯嗯 还与现代言你是本家 哎哎哎哎 我岂能与那祥马是本家 同姓各宗 你还不明白吗 怎么样 那上写的两个都是出家人 我也是老道 这第三名徐姬徐茂公啊 就是山人我 蹭一下 徐景芳站起来 拿手一捂这盟单 你你你 你是响马 盟单上的第三名 不错 贾家楼四十六友排行再三 告诉你 打算劫牢返运 救走程耀金邮郡达 反山东闹济南 这些所有的主意 都是我出的 徐景芳一听 他身为响马打算 砸老反育 反山东闹济南 他为什么要把盟单 献于我呢 不成 不管他是好心是歹意 我现在把他控制起来 来人 他这一喊来人 有当班的呀 那徐茂公进来 已经问清楚了 今儿谁当班啊 四位班都都在 反虎联名铁盔人中 现代爷这一声喊 四个人一块答应 在 快来 呼啦一下 反虎联名铁盔人中 带着十几个官人 就冲进来了 手里边拿着单刀贴尺 虎视眈眈往这这么一站 太爷 有什么吩咐 来来来 拿下拿下 先把老道给我绑起来 我再细细地审问 哎 好 站这不动 爷哥哥 全都瞧着 这徐进方 徐进方想哎 绑啊 捆啊 先把他给捆上 一会再说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这帮人还不动 都瞅着徐进方乐 徐进方忙了 我说你们都没带着耿 太爷我说话不管用啊 动魂啊 他这紧着一说 徐茂公搭台了 哎哎 我说各位头 这太爷说话 你们怎么不动魂啊 魂啊 绑啊 哎 铁盔伸中过来了 一仰手 啪 哎 给徐进方 先来个嘴巴 徐进方万没想到 自己手下班都敢打自己 你们 那我们可绑了 你让我们绑的 我们还不绑 腰厚的一伸手 把绳子蹬出来 妈肩头拢二倍 把徐进方给绑了 我说你们要造反呢 哎呦 对可不是要造反吗 人就为造反来的 我还问什么呀 反腐也乐了 不是 我说太爷 刚才您看了两遍都没看见呢 这不写着反虎联名 铁盔伸中吗 别人那个给涂了 我们四个这没涂啊 您怎么不中什么四个呀 我们四个也跟着反了 哎呦 徐进方哭了 那能不哭吗 自己打 瞧见秦琼那脑子就乱了 后边瞧见反虎联名啊 愣没往这上想 这四个人使我手底奔头 你们要把我如何处置 徐茂公一听啊 不把你如何处置 委屈委屈太爷您 一会儿呢 把您嘴给堵上 哎 然后 这不绑着您的吗 就在您这屋里头 给您往椅子上一捆 蒙丹的 就摆在您的面前 我们也没别的 砸老反育救出我们的哥们 我们呢 把您的钱库啊 也打开 粮仓米仓都打开 然后呢 给老百姓纷纷 我们就走了 上别地了 自此呢 不来相扰 到时候自然呢 有人来救您 这个救您呢 您也没别的 托付您点事 干什么 虽然说不要你的命 你得把这事给我们办了 这蒙丹 巴贝利加级送往长安城 送到靠山王阳陵那 也定亲自送到他面前 让他知道知道 我们这般山东好汉 这家伙徐茂公厉害 这蒙丹县 不是献给你徐锦方的 这是讨随的习文 就送杨陵那气的 你不要收秦琼当干儿子 你看看你干儿子 在蒙丹上的呢 真够绝的 那是说他不怕把秦琼给害了吗 他让啊 这个神头塞不原 侯春侯军集上长安城干嘛 就是干这个去了 侯军集走得快 他一定得走的 这蒙丹头了 把这边反山东的事 都告诉秦琼 秦琼要提前做准备 秦琼到时候该走得走 该跑得跑 到时候把老杨陵气一杨顶 想的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话都跟徐锦方说完了 就把这个蒙丹 规规矩矩的 往桌上这么一放 拿这茶碗这么一压 这有椅子 把徐锦方往椅子上一往 嘴给堵上 走 不管了 从外边把房门锁上 谁知把太爷给关在里头了 这几位跟着徐锦方往外一走 那堪堂的瞧见了一瞧 瞧瞧 这老道厉害了 怎么 别瞧近起一人出来 你看看我们四位班头都给送出来 后边还跟着十好几个弟兄 当然太爷不能送他 太爷委派四位头给送出来了 他赶紧的跑出来了 道爷 有工们您常来 他还跟徐锦工客气 徐锦工可就不理他了 跟着四位班头 下着大堂可就往后边绕 到哪儿啊 到大牢了 刚走到大牢门口 就听着远处济南城的方向 呼咙 大 可了不得 就在济南方向一煞时是黑烟滚滚 紧跟着就是连声的巨响 咚 咚 咚 呼咙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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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县外边街城就乱了 传来震震喊沙之声 怎么 火药局那儿一炸呀 味道爷天灵寺这帮人就闹起来了 有四城门王李贯 别瞧是乌合之众 都有刀有枪 啥呀 抢他的粮仓啊 开他的钱库啊 那老百姓不知道这伙人干嘛的 守城军呢 想关城门啊 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 城门这儿都有人 那卖鱼呢 顺那鱼盆里头把家伙就拿出来了 砍翻了守城军 大开城门 这几百人就撞下来了 这儿是打开了大牢门 就听见大牢里边有人乐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是徐三徐老道来了吗 黑玩老四你客气点 我跟你客气得着吗 我 我听反虎跟我说了 说你大撒筷子令被救我们哥俩 外边可够热闹的 来来来 我说反虎联名 四哥我的马匹军战大斧子都预备好没有 四哥都给你预备好了 我说黑脸的油军打 走吧 咱们出去先杀几个出一出胸中的恶气 打开玉龙 飞彩凤 顿挫了金锁走蛟龙 当时历城县 放出来城大老虎 这叫纵虎归山 跟尤俊达 徐茂公带着反虎联名 铁魁人中 后边跟着这十几个班头 拿着家伙一出衙门 这马匹军阵早就备好了 不说别人 单说程耀精 超斧子在手 班安任邓 城挂雕安 上了这马一轮这大斧子 就这五福捧瘦 蓝大脑袋 当时虚发结张 哇哑哑的暴叫 一轮这大斧子 哎哟 索相披泥 谁不害怕 街上这 不管军民人等 发一声喊 跑啊 可了不得了 街黄杠的大响马跑出来喽 您琢磨琢磨 您琢磨琢磨 这济南府 断后的谁啊 可就是善通善雄信 带着大刀 王军可 谢英灯 王伯党 这几个人都勇啊 别瞧唐碧一口大刀 王军可不含糊 一口大刀对一口大刀 就占一个平手 来会儿铁枪将 杀法小勇 屡历过人 奈何一解 善雄信掌中 这条金顶早阳朔 也不含糊 二位也占一拼手 翟大圣跟孟洪功 可就惨了 怎么 他们俩哪打得过 谢英灯跟王伯党啊 别瞧带着人不少 让王伯党谢英灯啊 杀着他们俩人跑 这两个人 一个知府 一个中军官 他们俩一跑 那当兵的谁玩命 再一个 这街上已经乱了 为什么 都是老百姓 也有啊 天灵寺招来的 也有啊 历城县 都跟着抢东西 浑水摸鱼也 跟着抢点 先搬家去不 没人真打 所以程了金 尤俊达 徐茂公这些人 真是安然撤退 敢再追 追到济南府外头了 头了 头了嚷嚷一声炮响 大阳山的街影下来 大阳山别瞧人不多 顾步一阵 在马后子都拉着松支 啊 这么一跑 大帅唐毙 低了刀往远处一瞧 沉沙荡漾 土雨飞扬 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 现在自己 站不过这些个响马 人在有大部队的街影 我济南府要丢了 可就了不得了 小小的一个历城县 已然失守 我得雇我这大本营啊 当时劫 济南大帅唐毙 盗托自己的大刀 下了一刀命令 撤回济南 他不打了 那这帮人还不追 齐国远李如归 可来了精神咯 带着大阳山的这帮人 驱途兴 驱途盖 鲁明星 鲁明月 金城牛盖 王伯党 谢英灯 善雄信 这些人 携摧坐骑 各斗交还 反过来 撵着济南府的军官 撵着这些个当兵的 一直败回济南城 咣当当 城门关闭 吊桥高扯 闭门不站了 唐毙给吓回来了 大家伙 骂了会儿 得便宜赶紧走 别等他明白过来 大家伙 全都往回退 见着徐茂公高 三哥 您真有高的 现下咱们弟兄 怎么办呢 咱怎么办呀 咱们回大阳山 到大阳山去等好汉哥 秦书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